大家好,我們今天介紹的是CCMNZ開發的Flash Memory Array 那Flash Memory Array它等一下監控的畫面就在那裡 另外我們會用兩台台分別是用Windows 7來做它的測試 那我們的FMA系統它是在內區也就是由16顆SSD組成 它可以提供快速的Random Ride以及Random Reader Performance 那如果我們已經拍好了原線以後 我們就進入到我們設定的畫面 在我們設定畫面裡面,首先按一下收房 我們就把我們的自己寫的程式安裝進去 接著我們就看一下iSCOTCHI的連線 iSCOTCHI的連線啟動以後,總共這裡有四條連線 在KHRN端我們也可以看到四條連線 現在我們就把它連上其中的兩條 接著呢我們開啟的是IoMeeter IoMeeter主要是測試系統Io的Component 我們現在打的是8K RANDOM RIDE 我們看一下8K RANDOM RIDE的設定 像這樣 8K ALIGNMENT 以及全部都是100% RIDE 這就是我們8K 100% RANDOM RIDE 那我們在這個測試裡面開了四支IOMETER 主要目的是因為它的CPU打到那個棒 那我們就開始打 你可以看到在單台的Performance 一台可以達到2萬2 所以大概是4萬4的IoPS 加上這一台的話也是4萬4 所以總共我們的RANDOM RIDE的Performance 有8萬8IoPS 這是我們的RANDOM RIDE 可以達到快速的RANDOM RIDE performance 8萬8 那看完了RANDOM RIDE的Performance以後 我們一定要開啟四支IOMETER來測試 RANDOM RIDE的Performance 那你可以注意到 在CPU的使用 每一支都可以使用到它的CPU的棒 所以我們一定要開啟四支RANDOM RIDE 那你可以看到RANDOM RIDE的設定 也是像剛剛一樣 只是現在是改成100%的RANDOM RIDE 而且也都是8K ALIGNMENT過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我們測試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我們測試 你可以看到在各自的卡牌點上面 每一台都有5萬左右的IoPS 加起來應該是有 每一台都有7萬左右的IoPS 加起來是有14萬的IoPS 那這就是我們RANDOM RIDE的Performance 所以我們提供的FMA系統 它可以有高速的RANDOM RIDE以及RANDOM RIDE的Performance 好,我們剛剛看完了RANDOM RIDE台北的RID的Performance 大家好,我們剛剛看完了RANDOM RIDE台北的RID的Performance 接下來我們要看WILL LEVELY的LEMO 那WILL LEVELY裡面 我們打了一個極端的Case 它是打一個特定的Logical Wave 不斷的使用 那這時候在我們CCMA的監視器上面 FMA它就會監視到每一個地址被寫入的IoPS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執行了 執行這樣子的一個指令以後 執行嗎? 對 我們可以看到輪胃的左上方 它每一筆Io都被均勻地寫入到各個DIS裡面 如此,我們就達到了每一顆DIS的壽命最佳化 那很快的 這就是我們的Inter Level的WILL LEVEL 讓它可以使得每一個DIS能拿到受命的最佳化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如果壞掉一顆DIS的話 我們這個系統會有沒有辦法把它救援回來呢 我們一樣是在前端打的是RANDOM RIDE 那在螢幕的監控上面 我們會看到它出現了十六顆DIS 現在都是完整的十六顆SSD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RANDOM RIDE的寫入 進行的時候我們就拔掉其中一顆DIS 以模擬說一顆DIS有毀損 因為剛開始寫入的時候 它的Performance就跟我們剛剛看到一樣 每一台都有七萬左右的IoPS 接下來拔下一顆DIS 你要這個嗎 好 我們看到已經回水了其中一顆DIS 這時候Monitor上面就會監視到它已經回水了哪一顆 那你可以看到它回水了 在這個回水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Io都還可以不斷地傳送進去 當我們把這顆DIS的插回去以後 系統就會開始進行修復 那插回去以後 它已經開始監視到說 有一顆新的DIS已經插回來 那它就由這個COOP裡面 其他的DIS來負責救援回來 這顆回水的DIS 那救援的過程它會寫在下面 它的進度就在這裡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們SERVER端的搶救的畫面 在COOP0也就是上面那一區 它們不斷地再透過其他顆搶救 這個剛剛拔出來的這顆DIS 同時在COOP1的那裡還是有不斷在接收Random Rise的Io 那我們的Monitor上面會顯示說 我們剛剛在迴旋硬碟的時候 總共有幾個Damage 總共有34個 所以一個Damage大概是500MB 大概有15GB左右 所以它現在正在搶救這15GB的資料 在搶救的過程裡面 它的IoMeter還是可以繼續地執行 所以在前端的使用者 它不會感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它還是可以正確地繼續使用下去 那很快的系統就搶救完畢了 這時候那顆硬碟的回水也被救援回來 同時再觀察到這裡面這兩個IoMeter 它會恢復到正常的速度 主要就是我們Random Rise的救援系統 我們要看看Random Read的救援 在Random Read的救援裡面 我們使用FMA當作Media Server 現在我們先將一些影片Copy進去 這個Media Server裡面 那到時候我們會從Client端 負責讀取這些Media 讓我們看看它們Random Read的速度是如何 那我們已經Copy進去以後 首先呢我們先將這個 我們Server端的Cache給 首先呢使用者它可以在這裡看到 Monitor各個Disk的狀況 接著我們先將Cache給Drop掉 因為Linux內建的Cache 可能會讓我們沒有辦法看出來 全部都是從FMA裡面讀出來的 所以我們把Linux的Cache Drop掉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測試 我們開了四個播放器 以快速讀取這些影片 讓我們知道這些是從不同位置讀出來的 都是Renderly 但就在讀取的同時 突然有一顆陸也回舍以後 你可以觀察到 在我們觀察這些影片 突然有一顆陸也回舍 這時候我們的監控上面 就會顯示有哪顆陸也回舍 但是同時你可以看到 這些影片還可以正常順利的播下去 而且播的流暢度和正確性的都是有的 接下來我們就把硬碟抄回去 你可以看到當硬碟開始 他回去以後 他就開始進行救援 那他救援的步驟也是寫在下面 這時候影片還是很流暢的在播放下去 我們注意到SERVENT端的 酷盆林 他現在也是在搶救 透過其他奇惠地址在搶救那個酷盆林 那其他的酷盆在酷盆上面 他就可以也是繼續在接收RENDER RID 同時GOOP0 他也是在接收RENDER RID 只不過他有許多許多的RID 是在做搶救的動作 那這一次我們在毀損的過程裡面 總共有47個Damage 所以大概有25G需要做搶救 那在這個搶救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這些影片播放還是非常的流暢 而且也沒有任何的錯誤 所以在這個RENDER RID的救援過程裡面 我們的資料是正確無誤的 所以我們這個Disk 我們可以達到快速搶救了 所以我們這個Disk 我們可以證明說在RENDER RID裡面 我們也可以達到快速搶救了 而且資料救援是正確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CCMA的FMA系統